1990生 他現在是90以後 最具有創業的一個亞洲年輕人 因為富米是評比 他是入圍 因為他入圍原因是因為 他做了一個網路交友平台APP 叫做陪我 那現在已經有超過1000萬人的使用 那募資金額超過1億人民幣 那為什麼他這麼爆紅呢 因為他是全世界唯一能夠在 10秒鐘立刻找到 可以跟你聊天的異性朋友 殺不殺 很殺吧 開不開心 開心 那我們先談這個人 這個人很特別 第一件事情是 他跟我兒子同個年紀 不是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他在高中的時候 並不被人家看好 他那時候班上 他在念慧中 是廣東慧中中學 全班有48個學生 他是穩定倒數前10名 但是那時候大概同學認為是 老師認為說 他大概就是在省內 找一個大學念念就OK了 可是這個年期小夥子 他可不這麼想 他覺得他可以念中三大學 當然別人就笑他是不可能的 但是後來他就在 就是在準備要念 就是要求考試的時候 發現北大有一個新的機會 就是用面試的方式 真是請到學校 然後他就一個人單身衝上去 寫了一篇很棒的作文 竟然讓他念北大 他是會 而且重點是 那個就是面試他的老師 還真不知道慧中是哪個學校 他文筆非常好 他數學超爛的 結果他就念了北大歷史系 在校中在學校是風雲人物 而且他好像開了腦一樣 文章 學術 成績都不錯 而且竟然他畢業的時候 北大畢業的時候 美國竟然以六所大學 給他入學通知 這簡直是開了眼 那後來選擇BC 法尼亞大學 而且他立志將來要回去 做這個南方早報的記者 就回中國 但是有一陣消息打碎他的夢 因為當時華盛頓郵報 被谷歌給買走了 Amazon被Amazon買走了 他幻夢 幻夢醒 他說原來做一個作家 這麼不值 做一個記者這麼凄慘 他就開始注意到說 也許我應該去網路 去發展一下 結果果不起來2014年 他就變入選成為 就是優秀的年輕人 而被馬雲給看到 所以這故事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見鋒要記者轉舵 如果做記者不行 趕快轉轉網路 你知道他多成功嗎 謝謝你 謝謝你 傑明哥 我知道了 我們來看看他的戰績 他買了比特幣 賺到 他買了特斯拉 賺了4倍 所以他這個轉彎之後 發現到原來進入的商務 網路世界 也是這麼的美好 所以他才建立決定 籌資在馬雲的這個資格 籌資建立的這個賠我APP 然後現在身價也是上億 重點是這裡 你想想看 一個社交平台 用戶1000萬 這是多有價值的事情 對不對 這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當時 有許多著名的創投家 都看好他的這個APP 打電動也可以打出一片天嗎 為什麼我們家小孩打電動 都沒有打出一片天 都感覺把他的人生打了破一個大洞 真的 而且美人姐你知道嗎 人家不只一片天 他的身家是1800億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我以為我看錯 好 這個人叫做林琦 他其實2009年的時候去 創立了油木網絡 油煮網絡這家公司 然後2014年的時候 他借殼上市 你知道他身家最高的時候 是1800億 現在可能 那個股價有點跌 可是人家還是700億 新台幣的一個身家 所以說他被評比為 就是中國富比式排行榜裡面的 一個年輕創業家 80後的年輕創業家 他有入榜 好 那你要說他的 他有多厲害 其實你要 你跟剛剛傑明哥講的 那個故事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其實沒有很會念書 然後他小時候就很愛打 很愛打遊戲機 然後他爸爸都叫他去念詩詞 念其他東西 可是他就不愛 但他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基因 就是他是溫州商人 你看又是溫州商人 所以說他骨子裡面 就留著溫州商人的一個血液 非常的愛創業 當然他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也沒有成功 他後來2009年 創了這個的時候 賣了幾款遊戲 結果搭上了中國的遊戲的 一個整個市場 往上衝 當然時事也造了英雄 可是你要說英雄沒有造時事嗎 錯 他絕對是有造時事的 我來說幾個個案 首先就是說人家真的很拼 他在我先講第一個故事 他在某一年 人家村結的時候不是都在放那個10天的長假 所有的同業都在賣打賣 可是他他就想說 這個時候才是賣我們推出新產品的最好時機 他把他們全公司60個人全部禁價 然後說你們全部都睡著公司 我們好好的來操盤這個新產品的一個 一個喪事 果不其然在短短的20天 那个春节前后 大概20天之内 卖了5亿的人民币 立刻回本 好 那这个还 他们的一个游戏 之所以会这么受到欢迎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他不玩老梗 我们知道说很多游戏 不外就是 三国啦 西游 三国啦 对啦 不然就是武侠 要不然就是兵法 要嘛就是历史 这些东西 可是他一定会创造新梗 他有一个最知名 就是林志玲代言的女神联盟 你知道吗 光他创造这些游戏 听说他每一个游戏 要创造15个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般游戏成功了之后 另外一个就顶多桌游 变成手游 了不起了 可是你知道他非常厉害 他就觉得说 我要把赚来的钱来投资 投资在电影 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手法 叫做迪士尼画 他模仿迪士尼的一个手法 他觉得说 我有跨足到拍电影 我才能够把艺人经济 然后把周边商品 然后把电影跟动漫 还有包括像游戏 这样一一的结合 结果果不其然 他就进军了好莱坞 比如说你看 好莱坞的一些IP 他都可以用了 对不对 聂颖良也是 他看的还不是电影的收入 他看的是后面IP的发酵 而且你知道吗 他现在计划要拍6到10片 10部的一个电影 而且第一部片就是梅尔基伯逊 他帮他指导的一个战争片 OK 所以你知道 也就是说像这些小孩 他都不是毕业才找工作的 在学校的时候就很 各种的尝试都要有了 所以各位年轻人也许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也不差 对不对 只是也许这个方向 或者这种刺激不够 也许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是可以提供给台湾年轻人 做一些刺激的 那我们刚刚讲了一大堆 小鲜肉创业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学生创业的始祖 就是这位科大训飞的创办人 叫做刘庆峰 他在1999年 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读博士班二年级 他就跟十几个同学 就成立了这个科大训飞公司 最主要他们是研发这种 所谓的语音系统 刘庆峰自己有回忆到说 那时候创业的时候超辛苦的 就跟十几个同学 挤在这种租来的小房子里面 然后每天都很热 然后也不敢买冷气 然后就在很闷热的空气之下 就日以继夜的工作 然后肚子饿了就吃便当 那不然就啃小黄瓜过日子 那他们这么辛苦工作 从1999年 然后就工作了9年之后 2008年 这个科大训飞公司 终于在深圳的证交所上市了 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 第一家在校的大学生 就能够创业 而且是上市的公司 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最了不起的是 今年6月的时候 那个麻省理工科技的一个评论 就选出了全球50大最聪明的公司 结果这个刘庆枫的科大训飞公司 就排名了第6名 而且是全中国的第一名 但是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记者去访问他 就说你的公司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公司 他就说这个没有让他那么的高兴 他觉得最高兴的是说 他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老乡 一个中国的老乡 他26个英文字母一个字都不认识 就他竟然在美国可以成功了 点了一碗蛋炒饭 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现在刚才示范给你看 他就是用这个手机的这个APP 我把它打开来 然后就开始讲 我要点一盘蛋炒饭 然后你看 非常的迅速就可以来翻译了 很厉害耶 速度之快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就这个老乡可以在 一个英文字都不认识的状况下 就可以吃到这个蛋炒饭 他就觉得热泪盈眶 但是这个科技 他觉得这个语音的科技是未来人类的发展 但是他不满足于此 他说他的目标 是未来他要用这种人工智慧 就说请把我的这个冷气降到20度 但是呢 那个人工智慧会跟你讲说 20度我建议你调到26度 因为26度可以帮你节能 而且会冷 而且不会让你感冒 所以他的目标是要发展 这样子的一个人工智慧科技 另外一个 大陆的股票 按照过去 十几大开始 好像都会涨 对 没错 回归到我们比较投资面来看的话 到底中国这次的十九大 跟我们台湾的投资人员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过去的这个历次 从十四大一直到十八大 你可以发现到 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 我们先看这个 最后的这个平均值来说 前一个月平均涨1.1% 但是你看后三个月平均涨多少 12.58% 也就是说告诉你什么 这次十九大开完之后的后三个月 股市是很容易涨的 那当然为什么容易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开会的时间都是十月 十一月 十二十九月这附近 刚才说圣诞节行情 对 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的话 第四季 尤其从十月底 一直到隔年二月 这个全球股市都是最会涨的时候 所以现在中国股市 可能会表现不错 另外一方面来说 中国股市 其实之前 2015年 应该有一次庆祝行情 但是那一次不是被人家搞砸了吗 整个股市从5178点一路暴跌 跌了50%吗 跌了50%之后 现在入股在这个地方打底了很久 已经打底了两三年的这个时间 尤其中国大陆的国家 在底部买了4.2兆人民币 撑住了 对 底已经撑住了 未来等到习大大上台之后 他要做什么事 他要让中国人民付起来 付起来怎么付 他说了不能够在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不可能去炒房 资金不会到房地产去 那会到哪里去 就会到股市来 所以我觉得之后的中国大陆的股市 值得大家期待 那如果我们在台湾的投资人 要买什么 一个连接入股的ETF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付起来之后 他整个消费力道起来 跟原物料相关的 像纸或是像钢铁这些 我觉得会重新再来一次 我觉得都值得大家留意 你讲到纸 你知道双十一要来了 我那大陆的朋友说 双十一之后他回家 找不到那个电梯 全部是纸箱 就是哥哥 整个住户大家 一直点一直点 记得货都来了 对了整个管理员 管理中心 全部都是纸箱 他这样拨开来 才能找到电梯 所以你要不要 纸箱都已经在全